大家好,我是王武老,说半岛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神秘奇妙的半岛世界 电子电动俗善恶 主要讲的是电动这个观念 它的movement and它的drift 这两个观念比较难理解 我就用于这种好玩的方式 希望介绍给大家,让大家有一个新鲜的观念 也比较容易记得住 那么首先我们回味一下 我们上次讲的电子跟电动的阴阳二气 记得吗 我们说电子是因为在这个EV里面 它经过了温度的激发 逃到了EC里面住了 这两个呢,竟然有一个阴阳的观念 有个阴阳的观念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中国人说阴阳嘛 天际、日月、昼夜、寒暑等等 是一个相互对立又存在的抽象观念 但在这里而言呢 我们确实这个是实质的 它相互对立 电子跟电动 它们是相互对立的 电动不可以离开电子而生活 Vice Versa 对不对? 它们两个的实质 对立而依存的有一个生命关系 这个关系叫做Mass Action Law Mass Action Law 也是一个law of life 生命的规律之一 就像我们酸碱综合一样 酸碱之间 它的浓度成绩 绝对是实质14脂肪 这是不会变的 这个也是一个law of mass action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又提到 怎么样给这个电子电动呢 那我们说给一个 给一个零啊 给一个这个 给一个这个 波容啊 就是这个电动啊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看 电动跑出去 那是nail 我们nail的符号不是这样吗 很接近 对不对? 那这留下来就是一个电 一个hole 一个hole的P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跑出去的 是一个电子 很明显的 这个是一个 是电子为质阳 那么电动为质阴 那么何者为阴 何者为阳 我们讲过 对不对? 电子可以到处乱跑 它搞什么跑 那么就为阳 那么电动其实 它不是这样动 它是浅浓勿用 仿佛为阴 仿佛为阴 阴阳二气啊 动态是流动 不是禁止的观念 我们定义 电子是带有负电 它流动为负电流 而电动带有阵电 其流动为阵电流 那不是乱了套了吗 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讲电子 它是阳呢? 质阳呢? 那这个电流 其实是人类自己的定义 不是自然气的定义 那么电子电动为阴阳二气的体现 电动为散 还是为恶 这个大家聊天 电动 其实是一个准例子 我们讲这个善恶 中国人跟老外的善恶 其实观念不同 在《论康本性》篇说 世人失硕 周人失硕 以为人性有善有恶 善恶在所养焉 就是善恶是一体的两面 一体的两面 那么老外的镜像理论 解释得更是明白 这有一个论文叫做 Mirror Thesis 恶人是善人的 是圣人的镜像 An evil person is a mirror image of a moral saint 很有意思 对不对? 也许说圣人表面是 道貌汉人 其实肚子里面 很难道 你唱 Who knows 但也有说 Evil is the absence of good Absence of good 邪恶就是没有善 Evil is the absence of good Absence 没有消失 就好像是说 Dark is the absence of life 什么是黑暗呢? 是没光 那什么是邪恶呢? 就是没有好 没有善 所以乱卫说是 一体的 这个一体的两面 好像不太一样 一体的两面 好像是两个是 是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是分开来的 其实我们电动 跟电子的观念 其实比较像这个 Evil is the absence of good 电动 电动 is the absence of an electron OK 它就是 本来那边应该有个电子 它没有 这个没有的地方 就叫电动 所以电动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 它是一个准粒子 准粒子什么意思呢? 它说 它的运动像个粒子 它整体的运动像个粒子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东西 但是你远远看去 它好像是一个真的东西 这个意思 那么所以我说 电子主动 那电动呢 它是蠕动 它是一个蠕动 比方说电子 电流从这边走的话 这个电子 从这边移到这边来 结果电动往右移 电子往左移 然后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 好像是保龄球的观念一样 就这样往 下一步呢 这个电子呢 往这边移 电动继续往这边移 所以它们相反的方向 看起来好像 电动为因 它不能够行走于江湖 它的运动 好像水中的泡沫一样 是水的流动 泡沫自己没有动 对不对 水里面的泡沫没有动 是水在流动 所以我称为 电动的动为蠕动 那是因为 周遭电子群相互 群动的结果 简单的说 the whole movement resulted from the collective motion of nearby electrons 是隔壁的电子群在动 其中有个空 有个空缺 好像水里面的水泡泡一样 这样子 它不是自己在动 而是隔壁电子群的运动 产生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 比方说你加一个电位 这个电 再加一个负电位 让这个地方 电流从这边往这边走 你看大家都是 乖乖的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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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电动呢 它就不是这样子 它的动作呢 就比较复杂 它必须靠着电子的移动 来产生真正的这个电动的移动 这个是你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蠕动 那么我们 但是说实话讲 说实在话讲 如果我们用真正的animation的话 它真正的动 它也不是电动 也不是主动 也不是蠕动 它叫做drift drift的观念 飘移 它是一个飘移的观念 下面就像是这个 电动在电位趋势下的飘移 drift animation of the hole 没有电场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跑 跑来跑去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么加上Election 加上一个Ethil 加上一个电位的时候 它还是这样跑 只是慢慢慢慢的飘过去右边 飘过去右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animation 你看这个地方 它就是随意的 它这边又回到原点 那你看呢 With the electric field 是怎么样动呢 它还是会可能回来 它并不是单方 它只是整体的漂流方向 是慢慢慢慢的 你看上下这两个图 慢慢的飘过去 OK 这个就是所谓的飘移现象 这飘移现象所代表的速度呢 就是我们这叫drift velocity 或者是叫做mobility electromobility 你看看 这个 写比较快 好像电子电动有阴阳散 二字噴 有一点那个味道 运动方式也不一样 那谁比较快啊 谁比较快 Silicon 1400 它这是一个 它的单位是cm2 然后divided by voltage in second 是一种速度 在电位置下的速度 我们在男女篇呢 阴阳和阴阳男女篇 有讲到这个电 这个mobility的观念 我们可以去那边看 简单地讲 硅啊 它的速度是 它的电子的速度 是电动的三倍 将近四倍 将近四倍 但是泽啊 这个特别的半导体 确实倒过来 它的这个 也不是倒过来 它就没那么大 但是它的电动的速度啊 啊 却比这个 electron要快得多 这个要有其中快得多 这个就很奇妙的地方 这个电 再重复一下 电子的mobility啊 在硅里面呢 远远超过了 厚 比电动的速度啊 大了 三点五四倍 那么厉害 但泽里面没那么严重 泽里面没那么严重 泽的电子 mobility 比硅要大 它的电动的大得更是厉害 这一点是 大家非常看重 现在新的 台积电5纳米 它芯片 它批配的 就是显得 加了一点点 折的合金 这是它自己公布的 有没有这样做 还要看 我不觉得 它真的这样做 但是它说这样做吧 就相信它这样做 它其中 原因就是因为 加了折以后啊 电子的速度增加 电子的这个 飘移速度增加很多 它的重复地增加很多 折增加了更多 是选 是为了这个原因 是为了这个原因 那么 那你问了一个问题 微电动速度 难道 永远比电子慢吗 它的电动速 永远比较慢吗 这很难讲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奇状电晶期的时候 如果你的电 在 特殊晶期表面 110上面 这个就是你的硅 这个面 这个面上 用的是110的话 电动跑得比较快 电动跑比较快 这个是将近200 然后这个200 在这个电子呢 在这个 其实在这里 应该讲 我们重视的是 通常你要看这个 Electric field 是看后面 1以上 看这里 不是看这最前面的 因为真正在 今天工作的 这个 那时候的电厂 是在这个地方左右 这样 所以不要看最前面 看在后面 那这个的后面 你看看 这个110上电子 不大 大概就是100 不到100 而这里呢 很明显的超过了100 超过100 所以说这个 电动 是我们 在选择电晶体 选择其中 电晶体的 最大的优势之一 它是 其实 近代新电发展 最大的根本原因 没有它的话 大概奇也没什么用 没有这个特色的话 其实奇没有太多用处 大家 现在新变的发展就停滞了 这是电动的妙处 谢谢大家 今天讲这里